虽然暑假已经结束 但有些学生却是在暑假期间密集训练力求精进 草同山工学生日前参加全国技能竞赛 展现好实力 在CAD机械设计制图以及CNC车床 分别获得了金牌和银牌 他们利用假期加强练习参加国手选拔 明年希望能代表台湾到俄罗斯参加国际赛 为国争光 靠着对于机械设计的兴趣 草同山工学生杨忠贤 今年再次突破自我 在全国技能竞赛中 获得了CAD机械设计制图的金牌 从食物测量制图猜图 需要面对连续五小时不间断的挑战 真的很不简单 时间已经很紧很紧迫 所以你不一定能全部做完 就是你要先用抢分的方式 把你可以先做都做出来 所以在平时的这个强化练习当中 他能够深入多少 那在能够场中稳定的发挥 说实在的 除了靠一些运气之外 还是要有一些实力的存在 那这一次我们这个选手 能够这样表现 说实在的 以他本身的这个 这个发挥 也就是临场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他相当的稳定 杨忠贤这一次的获奖 也为自己争取到教族国手选拔的资格 另外在CNC车床部分 草商学生赖廷翔 以及去年毕业目前就读于云林科技大学的张仁杰 都是运用暑假期间来做密集的训练 趁自己还年轻 去参加国手选拔 然后一年 这辈子只会有一次而已 所以突破自己 其实在平常训练 像现在是暑假 他们也是每天都到学校来 接受老师的训练 而且这训练群手的老师 也都是志愿的 无极值得 草藤商公在技职教育上 相当勇心 多年来培养出许多优秀的选手 除了重视技术的养成 同时也要求学生的学习态度 让学生能够自我成长 透过参加比赛来增广学生的视野 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之后 它可以朝向国际化 来跟国际的各国选手一较长短 就以去年我们带了这个林家宏选手 前往这个阿布达比 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国的选手 真的是大家都扛着技术往前去 谢谢老师 为了明年在俄罗斯举办的技能竞赛 学生以及老师努力地做着准备 希望能为自己争取到这难得的机会 为台湾以及学校争光